大家好 首先,非常高兴参加2020年CubeCon中国的这次大会 我叫高仲,我来自于英特尔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事业部 今天我将和Lunch的彭蜜叶一起围绕AirOps在智能分析 以及和云香结合的一些场景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我们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首先,我将以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去实现像AirOps当中这种大规模的 持续分析应用来展开 然后彭蜜叶会围绕浪潮在云基础设施 以及云远深的一些AirOps的应用案例和实践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首先,我们从云服务化的视角来看一下 云典型的特点是软件定义 宏观的讲,从下网上我们有S、PaaS或者SaaS 从他们直观的定义或者名字来讲 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service,也就是服务 而一个服务,它产生价值的前提条件 就是服务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然后从架构上讲 现在一个服务 被容器化 被微服务化或者无服务化 从架构上 把传统的这种单体的这种应用或者服务 拆分为几个相互独立 开发和部署的服务 然后他们还可以通过网络分布式的分布在 不同的节点 不同的AZ 甚至不同的REGIN 同时还具备 可以动态扩展的能力 从更微观的视角来看 一个服务 从下网上 它会包括 硬件资源 操作系统 中间键 数据库 消息对立 缓存以及 负载均衡 包括前端 然后加上 存储 存储 网络以及安全 来共同 来交付一个服务 因此 从 单个服务的视角 我们也 并不是总能保证 一个服务的 可用性 和可靠性 另外 我们再从规模化的视角来看一下 如果把刚刚这单个服务的视角 扩展到 成百上千个服务 甚至上万个服务 这时候 凭且这些服务之间 还相互 存在这种 调用的这种关系 如 我们如何整体的 来或者 系统化的保证 这些服务 或者系统的可用性 和可靠性 其实这个问题的这种 复杂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服务之理的手段 来 规避或者优化 这个图中所提到这种 Death Star Death Star的问题 但是这依然没法 回避 这个对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 我们如何去 跟踪 就是度量 或者优化 以及保护 我们 将要部署 或者说 已经在运行中 这些服务 来保证 它整体 的可用性 和 可靠性 尤其是在这种 规模化的视角下面 这对我们的管理和用尾 其实带来了 一些很明显的挑战 基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的规模和复杂度 使得云平台 以及云上所运行的这些服务 内部和服务之间的 可 可见性变得越发的重要 因此 我们 通常会实现一些监控系统 和日制 收 和日制平台 去从硬件平台 资源 系统组件 以及中间件 还有 像 OpenSec 还有K8S 本身这些自由服务组件 甚至还有 到函数买点 这个级别去 收集这些运行时的 监控数据和日制数据 然后 以这些日制 事件 Trace 和这些收集的监控指标 作为驱动 去发现和定位问题 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但是 如何 基于不同状态下的数据 或者结合更多维度的数据 更加实时的去发现定位和解决问题 同时 基于这种 历史的数据和持续产生的这种新的可观测的数据 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量 去找到这种相应的这种数据的关联性 从而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来带来更加有效的去减少这种云平台和 和云上服务的这些MTTR和MTTF 以及满足不同的这种SRA 和甚至更加前置的问题的发现和定位 和一些这种决策相应的 去解决问题的这种机制 成为我们 需要越发去 思考的一个方向 我们知道监控系统可以通过设置一些水位 来实现告警告诉我们当前的服务状态是正常的不正常的 但是他没法 没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正常 同时随着 摇测数据的规模或者说日制数据的规模不断变大 传统人为分析的方式 显得尤为低下 同时 由于人为分析会带来一定的 滞后性 加上 由于数据本身规模的变大以后 甚至难以 是找出问题根本的原因所在 同时 像 这些监测数据 监测指标 日制以及事件 包括Trace等 它的本质都是数据 随着 机器学习的不断的成熟和更加广泛的应用 Gatner提出了AI apps这个概念 从而实现到 数据的监控分析 以及 以及执行和自动化响应 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而这个闭环当中最核心的就是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平台 来驱动整个闭环的完成 因此 在 这种 历史的和每天时事产生的 遥测数据 在基础上 结合大数据和AI的技术 来实现更加 充分的数据的挖掘 来找出问题的一些特点 规律和关联性等 从而 实现异常检测 性能分析 以及 根因分析等 成为了一种 更加 高效的实现 路径 从去 实现这些 遥测数据 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像这些 日制 监控数据 监控指标 以及像这些 TRACE和事件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都是与时间 强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 时序数据 那我们如何去 基于这些 时序数据 去做 分析和 预测呢 这里我们 把给一个 相对简单的问题 定义来举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 对过去 某个时间 点的 某个时间段的这种观测 来预测 它未来的一个 状态和行为 比如 这里可以通过 对 Y1到 YT的这个 观测 来 预测 YT加1 和 到 T加H 它的一个 行为和状态 从应用的角度来说 它主要是可以 应用在像这种 趋势预测 以及流量分析 以及 像我们说的 前面提的 AI OPS 然后从实现的方式的话 结合 不同场景和需求 我们可以选择像这种 回归 指数平方法 以及像 AREMA 等这种实现方式 然后 如果从深度学习的方式去实现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像LSTMO这种方式去实现 前面我们提到 趋势整个AI OPS并完成的核心是机器学习和大数据 平台 那当我们基于我们的 监控系统和 日制平台完成了对这些时序数据的采集和存储以后 我们接下来如何去实现 围绕这个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平台的数据的分析 处理 以及 预测呢 首先从 完成一个 AI的 任务来讲 最基本的会包括比如说像数据处理和特征工程 然后 模型的训练 以及最后 基于训练出的模型 做推理 等过程 其实我们可以 发现 在 整个这个过程中 其实 对数据的数据的 处理 和对模型的训练 这是一个相当繁琐 其实需要专业支持的一个过程 那 为了帮助 业界更好的 实 实现 基于向 机学习和大数据平台来完成这种大规模的时序数据分析的 应用 英特尔开发和 开源的 一个叫 Kronos的项目 他 基于 SPARC和锐这种大数据计算引擎和分布式计算框架 然后支持 自动化的这种数据域处理和特征工程 然后 同时支持 像 Tensflow和Petach这种 深度学习框架 来完成对模型的训练 然后 为了进一步简化这个训练的过程 他还支持 像 AutoMR这种能力 来 帮助我们完成对 超餐的调优 以及最有神经网络价格的搜索 最终基于我们训练出来的模型 可以 然后来实现 就是最终的推理 除了前面 说到的 基于深度学习这块的支持 他也支持 围绕像 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一些 预测器 和 异常检测器 然后 还有像这种 当 数据 缺失和不全时 而我们要完成我们的 比如说 训练时 为了完成这些 为了补全这些缺失的数据 他也支持 像通过这个 simulator 模拟器 来 合成 和帮助我们补读 我们所缺失的这些数据 所以可以看到 通过 Close 你可以 更加容易的去 完成这个 围绕大数据的一个端到端的整个 机器学习或者深度学习的这个 时序数据 处理 分析 和预测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看作是我们采集的一个时序的数据 然后你只需要调用这个tsdataset 把这个数据做导入和促时化 然后通过调印 我们提供的这种 数据处理和测证工程的这种API来完成这个数据处理和测证工程的过程 接着只需要 调用这个 像 Auto ts assimmeter 来完成整个 AutoML的过程 它会通过 选择和完成这个最优的超仓的调节 和feature的选择 然后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 他会把它放到一个叫 比如说这里叫tspipeline的 这个当中 然后最后你可以 通过这个tspipeline来完成 整个预测和评估的过程得到最后最终的这个数据 其实你可以看到 通过短短的这十几行代码和简单的API调用 就可以完成一个端到端的围绕这种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平台这种 持续分析的一个过程 并且得到最终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从Aerboss的一个简单的应用场景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的云就是 或者说集群 或者容器集群 的服务器 或者节点 像 IA平台 它支持像 RDT这种 来调解这个last level cache 或和 这个memory bandwise 的监控和 分配 然后通过pmu 的一些performance counter来完成对这种 执行的指令 开心miss状况以及错误 分支 的这种track 来profile一个应用或者服务在cp上的运行情况 以及 更多的这种 这种平台的rath的能力 然后通过clickd这种上报这种遥感的数据 再结合对系统 各种资源 以及 系统服务组件以及应用服务组件 这种系列的监制和运行式状态的收集 来进行这个多维度和多层的分析 从而得出 他们在 不同workload的 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一些历史的规律和趋势 在得出这些 分析这结果之后 我们第一可以说给予给到 Polomeus做一些告警和展示 然后 同时 更重要是可以给到 一个 扩展的调度器 这个调度器 是一个 就是Telemetry 感知的一个调度器 它可以感知到整个 基础设施 或者集群的一个当前的状态和条件 然后可以结合这个 后面 就 即将调度的或者在运行时的这些workload的 当前资源的需求情况 以整个节点后的 云数据中心 它这个resource的可用性 以及当前的能力做整体的服务的这个 放置和调度 将来达到 这些pod或者说服务 它相应的sll的要求 同时满足 整个节点和服务东西正整体 就是最大化资源的 一个利用 OK 接下来请 宏林叶分享一下浪潮在 这个云据说是和云原生 的一些 iops的 场景和案例 大家好 我是浪潮数据的 庞丽应 我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 iops方面的事件 我们部门是 做云产品的 包括 opstack 包括 KIMAS 大约在 两三年前吧 我们已经开始了 就是 iops 在 这两个产品上的一些事件 包括 带路链 飞行 包括 Ga 飞行 包括 无意识检测 包括 去世纪测 等等 我们内部的话 把智能 月位飞行 这个模块叫 Earth 就是上述 就是上述 上述功能 上述功能 都提升在 这个模块里 另外的话 我们也想把这个模块给进行开源 但是开源的部分可能只是包括时序数据相关的 包括去世纪测 包括预期检测 下面这两个图 就是说我们这两个产品 我们就这两个功能吧 在我们系统界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个展示 趋势预测 包括未来的趋势 包括 它使用量 还能用多少天 包括 无意识检测 它可能 检测出异常点 行 那下面我从 三个方面 再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实践 就包括 趋势预测 包括无意识检测 还有包括磁盘 磁盘的故障预测 首先看趋势预测 就云平台吧 往往需要根据业务 对未来进行合理的规划 但是吧 以前吧 都是采用这种人工预测的方式 但因为人员的能力有差异 就往往结果 不接触人意 其实但是我们发现 就是说 云平台的 就是这个性能数据 就包括它磁盘使用量 这些数据 它都是平稳的序列数据 或者是可以转化为平稳的 时间序列数据 其实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算法 就是要对它进行预测 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就使用了 那个Hotwood的算法 但是吧 发现Hotwood的算法 在有些场景下 效果非常好 有些场景下 就是效果一般般 所以说我们是 又加了 又加了个 RIMA加了STL 这些算法 大家看这个 虚拈流程 我们是虚拈流程 是一些定时任务 我们这三个算法 是共同跑的 他们是 那个以SMPE 以SMAPE 作为平衡标准 就针对它每一种算法 循环的传入一些台数 就获取最优评价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对每一种算法的话 就得到了一个 对每一种算法 都得到了一个最优的模型 另外呢 就是说工程师吧 也可以 就是算法工程师 也可以使用LSTM 就这种 神经网络的算法 训练模型 供客户使用 就说训练模型 完成之后 当需要进行 在下预测的时候 可以采用这三种算法 然后是进行预测 我们这个地方是 我们做的是 提供一个图形界面 看看哪种算法的 预测的更迷和 当然 这个地方也会 给出一个评价标准 可以根据评价标准 才用最优的模型 和最优的预测经过 这种的话 其实像那个 就这种方法 我们内部的产品吧 就是使用在 集取或者主机的 资源的使用率的预测 包括CPU 内存的 包括存储的 都可以使用 另外的话 我们的 我老们的要扩容 就是说 既可以采用 这种预测的方式 当然也可以采用 预测的方式 我们内部的产品 是提供这两种方式 是共选择的 其实 只要是时序预测 时序数据的场景 都是可以使用 都是可以使用 这些方法的 继续看一下 预测检测 或者叫动态预测检测 就是传统的云品台吧 就是往往采用 这种预测高景的方式 即 预为日元 根据经验 设置高景预测 当江湖水达到这个预测 是产生高景 但实际使用过程中 发现 它这个预测的设置 太依赖于经验 预测高的话 就是说 预测的高景会很多 预测低的话 就往往会产生高景风暴 干扰热源的判断 另外 对于在数据抖动的情况下 比如说 我CPU的使用率 充80% 降到10% 预测高景吧 就是往往难以发现 所以说 作为预测高景的补充 然后是我们这地方也开发了 无预测高景的功能 无预测高景是什么呢 就是不需要是预测 直接根据历史数据的特征 判断哪些数据是异常点 这种的话 其实又非两种方式 一种是无监督的方式 一种是有监督的方式 有监督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对历史数据进行标注 哪些正产的 哪些是异常的 是吧 然后进行训练 得到这个模型 无监督的方式呢 就是说 我不进行任何标注 然后是直接根据历史数据的特征 然后是判断哪些点是离去念 这种的话 无监督和有监督吧 就是各有各的好处 无监督的话 就是说 他人为太为的少 非常简单 但是吧 往往准确率不高 还有有监督的方式吧 就是说 他需要大量的训练 训练比较复杂 大量数据的标注 他训练比较复杂 但是吧 好说就是说 他准确率比较高 就是基于上述的 有缺点吧 就是说我们采用了 就是说 无监督学习和有监督学习 这么结合的一种方式 当数据来了之后 当江湖数据来了之后 我们会 基于三四个万原则 或者就像是回归 或者号头模型 或者是随机森林 就这样 这些无监督学习的方法 然后是判断数据 有没有异常 如果没有异常的话 我们输出 如果有异常的话 我们在经过 插击不死的这个模型 就提醒 就是这些序列数据的 就统计了 你和了 就是分类的这些特征 通过插击不死的模型 然后是等到异常 这个地方是加一步判断 就是说我们训绵 训练出一个收敛的 差距不死的模型 如果是有收敛的 差距不死的模型 然后是使用 差距不死的模型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上面四种方法 判断的点 就是我们就认为一场点 因为它的训练 就需要大量数据的标注 这块还是比较难的 不是比较难的 比较麻烦的 所以说这个训练数据的选取 和这个标注工作上的其他 所以说 就是说我训练过程中 采用哪些数据 也可以使用这种 这上面这四种 无论选择的方法 进行一次筛选 然后是筛选出来的数据 发现有异常点了 可以供认为标注 然后再供差距不死的 然后进行训练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然后使用了场景吧 像我们内部吧 就是说 像一些直直的暴增浪 包括CPU使用率的 以下一个堵匠了 这种的话 多进行的位置颜色 下面再看一下 磁盘故障预测 其实对一个数据中心来说 磁盘的故障 其实也会影响到数据中心的稳定性 所以说它磁盘的故障预测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磁盘故障是预测什么 就是说我们一般说 磁盘故障预测 就是说我提前14天 预测出哪些磁盘会发生故障 然后是以便于 就是提前更换磁盘 或者进行数据的别分等等吧 这话的话 其实现场中 我们也没积累够 足够的数据 我们是采用Backblaze 开源出来的 Smart数据 进行的一些实践 下面就是包括 这是举了三个例子吧 基于SVM的 基于XG不死的 基于DN加XG不死的 这只是我之间中的三种方法吧 其中的三种方法 其实我们当时实践了很多方法 这里面其实是DN加XG不死的效果 可能是更好一些 就介绍一下这种这种方法 这种的话是基于 相当于基于残伤网络和那个XG不死结合的 这么一种方法 它的训练流程呢 就是说 首先就是构建 深度学习的特征网络 就包括就是把Smart数据 映射到高位空间 通过训练深入神经网络的分类器 就得到它的那个特征网络 再使用这个特征网络提取 液含的特征 这些特征提取了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特征输入到XG不死的模型中 然后是对XG不死的模型 然后是输入各种参数 然后进行优化 得到最终的XG不死模型 下面就是模型训练好了之后 就可以进行预测 对新的物件 就是输入进来之后 也是提取上述特征 上述之后 那些遗憾的特征 然后是进行一些 进行一个故障的预测 预测哪些盘 在未来14天之内 发生故障的概率有多大 下面说说 我们这些年 在ELPS实践方面的一些心得 主要是这两方面 这种的话 其实我们的故障 就是往往也是 比较理想化的故障 在现实场景中 这个故障是非常多样的 这种的话 就是很容易 带来一些误触发 所以说我们的做法 是就是说 将气格 预为数据的智能分析功能 就作为一个通用模块 先集成进去 可以快速的进行优化 进行参数调优 可以快速的看到了结果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 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出 一些模型的好坏 这样慢慢慢慢的 在做一些定时任务 第二个我想说的 就是说可能是一些 粤为场景的积累啊 比一些算法的积累 可能更重要一些 粤为人员如果是 对这种场景非常的 理解的非常深刻 它就是很容易提取到 这个场景上的一些特征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种特征 这种特征 可能比我们 简单的通过算法 这种体育特征 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说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 粤为场景的积累 可能比算法更重要一些 嗯 行 那我的分享就这么多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嗯 谢谢大家